狗獾 有聲響我們就只管有聲響好了 那些細節也不管它 如果真的有聲響 剛才幾個開始 我們還要知道聲響的人 是哪一種聲響 是彈響 還是摩擦的聲音 反正代表的意義 不一樣 那摩擦也要改成哪種的摩擦 那是骨頭摩擦到軟骨 還是骨頭已經軟骨破壞了 骨頭跟骨頭之間的摩擦 這個都會有差異 但是如果發現聲響的話 初期的聲響 一般的彈響 叫Cripping Sound 就是聽起來像 啃大一聲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種聲響的話 大概都是暗示著關節軟部 他可能在位置上 或者是運動上跟關節不同部 那他的位置上不同部有可能就是說 他已經跑到關節的內側 前方內側 那這是蠻常見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他的關節軟部的位置並沒有好動 可是他在運動的時候 你二骨在運動的時候 他們兩個活動的時機不通路 那就有可能是卡到關節 然後就發出這種聲響 那我剛才提到說 有聲響不見的代表真的是有疾病 有時候你可能壓力太大 或者是有時候可能就是 例如說像 國中生打籃球 可能不小心撞到 那可能會造成 關節內部暫時性的腫脹 那他就有可能會造成這種暫時性的聲響 或是甚至有時候只是單純的 你可能吃完風向糖 吃完點牛肉乾油浴絲 一次拒絕 造成關節裡面的負擔太大 然後他腫起來也有可能會有這些聲響 但是這種如果是很初期的一些問題 那你好好照顧他就固定 但是如果說是長期 例如說你可能受過外傷 嚴重的車禍 關節斷掉 或者是說你長期的 你可能有一些磨癢 或是平常不是緊咬 或是你有一些 其他的問題 例如說像關節鏈 那可能就會真的造成 路透或者是軟骨的問題 那這就需要進一步的治療 所以剛才提到 就是單從聲響是不是有聲響 並不是一個診斷關節的疾病 唯一的一個依據 他只能是讓我們知道說 他的軟骨可能出現問題